充滿童趣的鳥 它的肚子其實是一個 堅固的玻璃透明書櫃 想看書的人 只要打開鳥肚 就可以拿取 自己喜歡的書籍來看 這是英海光基金會 為了響映世界閱讀日 特地製作的行動書箱 書箱是希望我們 可以有一個媒介跟店家 或者是跟來到這個街區的 遊客去做互動 那首先就是先從街區來做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街區 這個地方就是能夠有個 統一的媒介 然後可以讓民眾來到這裡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有太多的 就是原本要進到店家裡面去 他們可能會覺得有一點 抵觸的心態 或者是他們並不會特別走進去 可是比如說 或放在店外的媒介 他們可以就是很輕鬆的 去接觸到那些店家的書箱 還有那些書籍 那我們希望是從店的街區開始 就是營造我們這些閱讀的氣氛 這些大小形狀都不同 樣式相當特別的行動書箱 將會放置在溫州路 羅斯福路與丁州路 俗稱溫羅丁地區的店家前 讓民眾和遊客經過店家時 不再有距離感 就算只是足足在店家前 也能閱讀自己喜歡的作品 我們在文化群的共同 還有我們很多的獨立書店 這邊很多的好朋友 大家努力之下 讓我們這個溫羅丁的創意街區計畫 不斷不斷地擴散出去 那我這邊歡迎大家來一起享受 我們這邊的人文氛圍 我們要把握我們的人文的 這樣的一個核心 那同時這個也這種核心 也是作為我們在這一代 我們所有的車展活動 很重要的一個核心的理念 這樣的話才能夠幫溫羅丁 也幫台北市能夠有更好的 現代跟當代文化的這樣的推展 目前共有12間店家 響應首制木頭書箱計畫 基金會希望至少募集100本書 充實這項計畫的內容 也讓更多喜愛閱讀的民眾 都能沉溺在書箱世界 凱坡大台北市會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